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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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定是劳累 我为你泡了杯香茶 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 不必了 任我在身就不劳侧妃了 侧妃自查 不接只怕不静 你表现得随和些 接下来才好套话 别闹了 唐公子不必着急 你且安心印查 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 一一告知 多谢色妃 对了 色妃 你宫中的修炼用物 都是何人所用啊 殿下酷爱修行之术 在悬游中与我结识 便将我强行哪位的侧妃 此后 他便常让我做一些 修炼用物 灵文符咒与他使用 方才公子所见的竞生符 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 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 又用在何处 那我便不知了 这个佩洛 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 背后却强强民女 看来我们猜得没错 他就是脚炎为行 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 那他所用的竞生符 可否与我一看 同为术实 自该相助 久未 此物需每日更换 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 如若酒未深重 定是每日悬挂于 酒阁之中 多谢侧妃解惑 我先行告退 无妨 帝君 言诞 我们来日方长 殿下 不知殿下身上一只所配的事物 视为何物 这个啊 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 担心宫中妖邪未退 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 驱邪阵妖 用以御身 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 可是桃木姓烈 难调 若碰到相重之物 必然适得其反 不如 我帮殿下瞧瞧 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 我以左蚁带帽 其玲角换土融入其中 筑其殿兆封形 物尽其用 这几位用料颇为讲究 若不是修炼之人 疾难之脚 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 难道 在撕炼功法 殿下 有一名天师今日进的 侧妃宫里 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 天师先自营吧 殿下请便 到位置 家里 需要 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 为何这只如此干净 除非 它不是用来点灯的 此处灵力聚集 定是裴洛修炼之所 可惜镇妖服在此 唯有唐舟能破 便宜这小子了 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 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 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庆阁欠财阀的信号 你来得倒挺快 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 拖累我和阎丹 你们快来看 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 这些女子 是被割喉放血而死 看来并非是要挟所致 而是人祸 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 放心吧 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 那还不快追 这边 追踪符一括 他发现了 来人啊 有刺客 有刺客 刺客往那边跑了 快追 殿下不必担心 追踪符射有鳞粉 灯火一熄 鳞粉亮起 暴露无遗 你果然在撕炼功法 你炸我 你虽为人 为火之身 去远胜妖魔 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 真是放肆 堂堂万妖之王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繁胎相助 等了吧 别聊了快点吧 Bye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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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问 以血陷阱皆为邪术 残杀此民一满思雨 此配为一方王侯 若有我 天下作慎念 有何要紧 若无我 有何来天下 你为了一己思念 屠戮生灵 陷害至爱 居然还想把罪名 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 你们身为天师 却携带妖物 盗孟安然 也敢智慧本王 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勇者 可别说把他打回 真身这件事 与你无关啊 我与此话有何干系 多说无意 今日 我身上这纹路 怕是要多加击刀了 我的长生弹 就要炼成了 你们拦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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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还能inizi召动 未经典守 未经典 preset 提侣 各菲 未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昭 你的不理所对花有用吗 法术记下 你实话实人 我尽能将你召回 你要干嘛 我有办法了 林大 快走啊 快走 一步 林大 谁让你自作主张啊 就该把你 关在玉葫芦里 只要能为将臣报仇 这点花瓣不算什么 但要以血淬炼聚阴生杀 扶植五脏聚焚 你将不知血河 乌鸦异象 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 嫁祸在将臣身上 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 你懂什么是爱吗 是他 先负的我 王妃久久无处 殿下先前又身怀恶极 各方常有异动 我等实微忧虑啊 还望殿下早日风飞纳心 自私绵延 方可稳定您心啊 本王曾与王妃约事 终生厮守唯有彼此 断不可能再拿新人 更何况 本王的救急早已康复 不用再劝了 殿下 殿下 莫不是救急犯了 快传大夫 是 殿下 裴洛 大夫已言明 你只是一时心急 胸口淤痰 往日救急早已痊愈 你大可不必交心 除去极恶 与常人无依 我乃至尊人间 定是要长命百岁 与天同守 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 我曾九病产神 差点同你天人永哥 我怎能不后怕 若我无法长生 民心生意 这王都至早有一天 都要拱手上人 我顶着 谋事的压力 始终不肯纳戒 是因为你我有约定 只有彼此 你若不住我长生 又如何实现 厮守终生的诺言 江臣 再给我一颗神诞吧 当年你命短受邀 只求多活几日 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 你可以平安到老了 为何还不知足 你是要 你可以活千秋万载 可我纵然病愈 也不顾寿命数十年 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 为何你这般自私 就是不肯助我 无中生有之事 你教我如何帮你 培洛 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 和心愿吗 我当然记得 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信守诺言 承受了多少重压 对于纳飞之间 我一概不理 你有被我考虑过吗 你有被我考虑过吗 蒋尘 不是我变了 是你变了 那侧妃 免言此 能安抚你的证据 那你便纳吧 那你便纳吧 你不愿意 你怎么认识 鸡尽 那您不愿意 如果您开始 你应该是 你堵过她 你会查授 你去吧 还要这个有个人 天哪 你去收钱 他背了 你去疲惫 这就是那位 擅修术法的胜德侧妃 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 远不如你 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 给我们助助兴 我无法相助殿下 不配做这个王妃 将臣自请封宫 从此不出宫门办不 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 也不愿意诸殿下一臂之力吗 将臣 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 日后 莫要后悔 即便我困死宫中 也不后悔 原来王权野心 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 他为了你的王位 不惜暴露自己的腰身 顶罪自强 甚至损耗自己的腰力 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 他做了这一切 怎么可能负你呢 他既然说爱我 却不肯助我长生 让我与他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那便是不够爱了 若不是他有心隐瞒 我又何苦练此功法 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 明明是你执念太深 他并没有瞒你 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 你能活到现在 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 而是因为将臣 帮你寻了一样宝物 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 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 不懂感恩 只知贪婪 此法物与你与他 是或非福 昔日之言 今日终于应验 你 什么意思 将臣为了你 向我多借了二十年的光阴 这二十年 他只求你快乐 而现如今 心愿已破 戒主已丧 是时候 该收回我的东西了 这便是你的一眼吗 此物并非普通妖元 他究竟是何人 你双手已沾满鲜血 天衣不容 江臣 江臣一定有办法 神丹 下子里肯定有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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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他 所心腾乃是花精族妖法 有执念所化 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 将臣既是因你生愿 能打开此侠的便只有你 原来将臣想要的 是心上人的一滴泪 将 将臣 是心上人 佩洛 佩洛 封妇乃王公众士 你我早已登载史册 流传万事 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 共写婚书啊 我不在乎流传萬事 只喜好这婚书 名字共写 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debe 人 有 195 年 有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 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 我一心结你病痛 圆你心愿 没曾想 却又给了你新的经过 自始至终 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 有朝一日 再与君共撑直散 相濡一抹 满目山河空念远 不如连曲眼前人 惟怨君心似我心 不目江山指目人 曾臣 将臣 姜臣 姜臣 这花里还有姜臣的最后一口真气 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 好 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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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晚了 我错了 我 我九成蛇了 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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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人世间的五毒六旺 七情八苦 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 感动三劫四海 江振 岩振 你是否觉得 我此般取回一眼 过于残忍 若是裴洛相信将臣 不该到这一步 相爱之人 本应坦诚相待 不留嫌隙 倘若有一天 你发现我 骗了你些什么 你会怎么做 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 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 好好补偿一下了 方才 我探了一下裴洛 以他的修为 不可能施展困住炎丹的法阵 以他看四夜汉丹的神色 却像毫不知情 如此看来 伤炎丹之人 与此案并无关联 安东王一世 王都必定会大乱 我们得先离开这里 等一下 现如今 我已经拿回一眼 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 来画回炎丹的人身 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现在把它画出来的画 太过于冒险 况且我们来的时候 是两个人 现在多出了一个 你觉得别人 不会怀疑吗 一切等出去了之后才说 等等 方才在密室中 我察觉有一事奇怪 明明风令已停 我的花瓣 却仍然飘去了 丹轮炉顶 此路不凡 或许是其中 才有什么厉害的法器 神器李晨 出现时 会有万物席卷 封烟立旨之异响 说不定丹轮中藏的 就是李晨 我们速速回去一探 来 来 海 来 侧妃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行此恶举 说 为何要害人 请使饶命 我 我们在侧妃宫中 拖到幽雾 被她撞破 这 是曾一时动了歪念 盛德谢过公子 公子就盛德性命 盛德无以为报 我愿将我师门法宝 礼臣赠予公子 以报救命之恩 侧妃 我也正在 寻找此物 那就有劳侧妃了 安督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 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质宝礼臣 欲战为己有 图我满门 此法妾灵力不凡 以法师出 清风西卷 妻无力指 万成可散 这宝物 从未有过认主之相 我为修炼之人 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 既然宝物认主 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 公子便请收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这个人吧 既贪婪又小气 别说是宝物了 哪怕是一朵花 我都会善为己有 更不可能会让改旁人 此物须通晓玉器法觉 方能使出神力 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 安渡王昔日略夺匆忙 法觉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 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一些矫程 看来侧妃的意思是 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 才肯将玉器的法觉交与我们 安渡王已死 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 我想重回师门 为师父守灵 只是 师门路遥 去图奸严 我孤身一人 不免畏惧 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 多谢侧妃向赠 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 盛德去忙了 有些事情 我要通知你 王宫案已结 我要带颜旦回家去 他秉性未轻 还需继续教化 他是我阎兰山的妖 该如何行动 需要你的指点吗 不理所为政 他现在是我的妖 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 不然我就杀了你 阁下的意思是 让我连你一起抓了 那就试试吧 又开始了 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 真是大王打架 小妖遭殃啊 你要带他走 可曾问过他的心思 好啊 现在我便让你轻而听听 他是什么心意 不许动 出来说话 出来说话 我终于变出来了 我真是在外折腾那么久 我看看我没事吧 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 在就在吧 在就在 放心吧 延青依旧是 轻力出尘 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 妖力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我是 她是我所抓的小妖 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 听取了王公诸事 因人知晓你的身份 不过她秉性善良 绝不伤人 不必担心 既有唐公子担保 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颜旦 之前多亏的你给我们线索 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 给揭穿了 客气了 我还得多谢你们 救我于水火呢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颜旦 唐州已经答应盛德 送他回师门了 而且盛德这一路 端茶送水 体贴照顾 相处甚好 我们两个 就不必在此打扰了 就此别过吧 盛德是客人 不必劳烦他 我向来有颜旦伺候 所以他必须留下 唐州 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 你可谓是肩负重任 而且 人妖殊途 就算再舍不得 终究也是要别离他 我相信 你懂我在说什么 事去事留 不是你说了算 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 这样吧 这样吧 那我说两句吧 其实我呢 这些日子经历神府 灵霄派之行 还有王公之事 我也明白了 与好友死别之痛 为好友报仇之快 可就算经历了这些 我对世间的人心 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 所以我想 还是周游四方 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 写出一部 明阳四海的细折子 这么说 你不想回延来山了 我当然想回 那是我的家 可是不是现在 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 再说了 唐州已经答应盛德 送他回师门了 两个人也不方便 不如我们一起一同游历 好好体会下人生 还能互相照顾 你觉得呢 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会尊重他的心意啊 严淡 嗯 答应你便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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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尽现成人游 你已信仰 轮转中为此念疯伤 你是泛环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枝落花中 看破红尘的眼红 你是摇摇天上一捧秋月融 只敢潇洒不敢弄 梦中梦中有两人与共 与君别后颖上我下春一秋 山海无路万行中 与别欢羞几时都不够 尽看微笑烟火岸上有白首 一朝天涯熬红冬 直到人渐尽修好时候 寒暖再开人死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